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GRAISM HEALTH STYLE 頻道 在開始之前, 記得按鈴鈴, 和訂閱我的頻道 亦分享給你的朋友 這樣你就會第一時間知道 我會有什麼關於身心靈的小知識 告訴大家 那我們就開始了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頻道 今天又是有我GRAISM HEALTH STYLE 去為你講解 USANA 的產品 今天我們要講的就是 USANA 輸壓換芯定片 好, 那我們事不宜遲 Anne, 我想問問你 是什麼情況需要使用這個定片呢? 其實我們人在我社會上 都是避免不了的都會有壓力的 問題這個壓力呢 但是適當管理壓力這個益處就顯然易見 那我們就會感覺到就會很輕鬆 更加有希望 並且以積極熱情的心態 就可以準備迎接生活的挑戰 壓力管理好的時候就 這個就是有測試過 在生理差異上面 就是有實驗證明它的益處就影響到了 在沒有壓力源的情況下 我們就能夠保持我們的身體的皮質醇 這個主要是壓力的荷爾蒙來的 這種水平如果處於正常範圍之內 皮質醇的水平就處於正常的 有個身體就可以恢復正常的運作 其實為什麼管理壓力有在於我們的健康呢? 從正常的認知和免疫力功能方面 維持不樂和保持健康的體重範圍 這個是有幫助的 嗯 我們會發現呢 習慣和生活方式的療法中呢 其實病氣時包括了很多那些方法 好像減壓的方法 它有冥想啦 症熱啦 按摩啦 還有深呼吸啦 還有各種自我保養的方法呢 都是很多的 嗯 但是現在現代生活中呢 有些壓力呢 就可能會讓我們的壓力 管理有時候束手無策 嗯 在這場這樣的壓力 就是戰爭中呢 我覺得我們要尋求到 有一種產品 可以幫助到我們保持我們的健康呢 那其實是非常的好的 嗯 那葉辛辣產品呢 它就剛剛就是靜重就是幫到我們這件事了 那它就是這個渾身片呢 這個輸壓定心 是定心片 是的 它就是支持補充品力 掌控我們對壓力的反應 並且支持生產適應壓力的方式 嗯 那葉辛辣這個輸壓渾身定片呢 是因為它現在的成份 是得定的 是 它跟我們的壓力管理呢 提供了支持 每天兩次的方便劑呢 其中呢 含有典型飲食中 難以發現的化合物 嗯 這個性成份呢 在數百年來呢 就發揮了效用 已經有數百年的正念了 嗯 有助於支持壓力 健康的壓力 反應和平衡我們的情緒 嗯 那葉辛辣這個輸壓渾身定片呢 就有三種強效適應員人 是 所以這些是值得我們在這裡使用的了 是 那其實呢 剛才Annie呢 都說了一個很重要的了 就是 其實呢 我們每人都會有自己的個人的輸壓的方法 是不是 那可能都是一些運動啦 冥想啦 運瑜伽啦 畫畫啦 等等的 但我們現在最主要針對的問題呢 就是 就是 一些 一些 怎樣去落當我們身體的一些適應員 是令到我們可以是長時間呢 都能夠有一個呢 是對於 是 壓力呢 那個受壓的時候呢 他都會有一種的適應 還有呢 有一種是抵抗的作用的 就好比呢 我們呢 如果一有壓力的時候 可能才會吃一些很甜的東西啊 鹹的東西啊 或者才去做運動呢 其實這個呢 會是一個的 治標 不是治本 那所以呢 我們呢 Yuzana 這個產品 主要是一個治本的 那它怎樣治本呢 剛才呢 Annie就主要說了 我們這個換心定片 最主要是因為這三種的 叫做適應員 因為我們明白到 與其你呢 是有壓力的時候呢 才去吃一些甜的東西 或者鹹的東西 或者一些沒有營養的食物呢 其實不單止 是只可能舒緩到 當時那一刻的感受 但是呢 不是一個長遠的治療 一個解決的方法 那我們呢 這個定片呢 主要是這三種的成分 那大家可能會很驚訝 就看到 哇 原來我們的產品 是會落一些這麼貴重的 這麼貴重的香料或者成分的 第一樣東西 我們就看到狀紅花了 狀紅花呢 它是一個全世界最昂貴的香料之一 那大家呢 已經有很多年的歷史 已經支持了 它對於肝臟 到維持大腦健康 都有一定的很大的作用 那它這個狀紅花 這個草本植物呢 它最主要是活性化核物呢 可以支持我們大腦和體內壓力的適應機制 裡面那個細胞訊號傳輸過程 另外一個 檸檬香脂 檸檬香脂呢 其實是一個薄荷家族 就是薄荷葉的家族成員之一 它呢 大家都知道 薄荷在香薰治療之外 其實呢 還有很悠久的歷史 是對於我們支持 我們的健康情緒有很大的作用 檸檬香脂早在二千多年前 已經是在歐洲和中東地區 是納入了食物和傳統藥物裡面 而在近期的臨床研究也都證明了 這個香料是幫助到支持健康情緒 壓力適應和穩定你感覺上發揮的作用 最後一樣 南非醉茄 南非醉茄也都叫做印度人參 它呢 也都是支持我們大腦健康 和穩定我們情緒中 是顯示出一個抗氧化活性的 它還可以幫助我們維持健康大腦功能 包括支持正常健康的神經 神經低質和皮質醇水平 大家可能對皮質醇這個都不陌生 一有壓力的時候 我們的皮質醇就會升高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那個定片裡面 只是獨獨就是這三種 這麼有具效能的 亦都有一個很大的 有很長的傳統歷史上 研究證明有助於支持 壓力和大腦運作功能的成份 最後又是 究竟Anne 這個產品適合什麼人去使用呢 這個產品 就適合18歲以上 是成年人的產品 如果我們自己覺得 感覺 希望可以減低我們平時的壓力 因為很多人其實都有壓力 這個是要吃的 還有有些人知道 你會覺得這樣的壓力 有些做事 有些事情 你覺得壓力會來了 那你就自己去保養好 其實我覺得是平時你保養好 你能夠應付壓力的時候 這個對我們的生命是非常之好 沒錯 如果大家有留意著 我們那些短片內容都知道 其實我們是很著重宣揚一個信息給大家 就是我們應該要先選擇的產品 一定要是自本 然後還有一種保養保健的觀念 因為如果你去到 因為我們這次最重要的題目是 偶發這兩個字 偶發壓力 並不是當你很多時候 你看到我們會把壓力爆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很多次的偶發壓力累積下 你自己本身的大腦 對於情緒的管理 那個機制上面 是開始有些缺乏的時候 細胞的訊號傳輸有些缺乏的時候 是令到我們 是將這個這麼微小的壓力 是累積為一個很大的情況 而壓力的累積 即是令到我們的自由基很多 身體自己的自由基很多 亦都造成了很多 是退行性病變的出現 健康的出現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到 一件事就是 要未與籌謀 以及我們要自本 不單止只是指標 亦都要自本 好了 如果大家對於我們這個產品 或者對於一個壓力的來源 或者是任何關於我們的成份 有些想有興趣了解多些 都是參觀一下 參考一下這個網址 它有很多的資訊都會提供給大家 好了 今天我們的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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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